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更新版本添加了显示疫苗接种状态和登记离开功能 交通部宣布延长豁免更新路税和驾照措施 到今年12月31日 当局不会对付路税和驾照已经逾期的车主 在哥伦比亚发现的新冠MU变异病毒已经肆虐39国 世卫组织呼吁全球关注 出入任何地方扫描麦斯加德拉手机应用程式 几乎是每一位国人必须要遵守的防疫规定 而根据卫生部长凯里透露 麦斯加德拉最新更新的版本 不只可以展示用户的风险水平 也附加了疫苗接种状态以及登记离开功能 部长也强调麦斯加德拉手机应用程式 未来的几个星期将会进一步的更新和改进 卫生部长凯里昨晚在推特公布 麦斯加德拉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更新版本的消息 往后麦斯加德拉的登记页面将添加疫苗接种状态的新功能 凯里强调最新版本将让用户可以直接出示风险水平和疫苗接种状态 换言之只要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将会出现橙黄色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标志 如果还没有接种疫苗则会显示白色标志 此外麦斯加德拉也添加了一个登记离开的功能 改善追踪接触者的工作 这意味着凡是到了一个地方除了要扫描登记 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登记离开 根据凯里麦斯加德拉将在未来几个星期内 进一步更新和改进 更新后的版本将简化人们和新冠病毒共存的生活 另外为了朝向地方流行病的目标迈进 政府在接种率比较低的沙巴州 使用只需要注射一针的康西诺疫苗 医护人员今天就在警方的带领之下 把2000剂的康西诺疫苗送到了仙本纳马布岛 来为岛民接种 根据卫生部长凯里的推文 这次的接种行动一共是出动了 三名的医护人员还有五名的警员 他们在前往马布岛之前和一箱箱的疫苗来拍照 而另一张照片则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警员配有枪械 相信是为了保障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希望频频发声 鲁人岸的沙巴先本纳 是在顺利的进行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目前我国一共是收到了 四万四千剂的康西诺疫苗 除了把2000剂分发到马布岛 让岛上的居民在今天和明天接种之外 沙巴的十巴底岛也获得了2400剂的这款疫苗 金纳巴档案内陆地区获得了1200剂 纳巴湾县则是获得了500剂单剂疫苗 全国新冠病毒基本传染数昨天再度下降到了0.97 根据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发布的数据图 沙拉越昨天的数据数值位居全国之冠达到了1.20 玻璃市则是1.15排在第二 柔佛则排第三 基本传染数是1.09 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的全国基本传染数变化不大 徘徊在1.01到1.02之间 共有10个州属和直辖区的传染数达到了1.0或以上 除了排在前三的沙拉越 玻璃市和柔佛 其他高过1的地区也包括了沙巴 霹雳 吉兰丹 吉打 槟城 登加楼以及彭亨 而疫苗接种量方面 根据新冠疫苗供应特别委员会的数据 国内是已经有1542万9千多人完成了接种疫苗 占了全马人口的47.2%或相等于65.9%的成年人口 至于昨天的单日接种量则是达到了369,280剂 其中有超过18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各位开车人士要留意接下来的消息了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维嘉祥刚刚召开 记者会宣布延长或免更新车辆路税和驾照 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 路交局和警方不会对付路税和驾照逾期的车主 魏嘉祥指出考虑到民众在使用路交局服务 所面对的问题之后做出这项决定 但是他强调民众必须要确保轿车是拥有有效的车险保障 必要时也要出示车险保单的副本作为检查用途 此外 全国路交局和验车中心的策略伙伴 星期一开始全面开放柜台和登门服务 停止一切的线上预约 但暂时只提供给完成接种疫苗的群体 魏嘉祥指出 这项举措是为了保护值班的官员健康和安全 因此访客也必须要确保 马来斯加德拉手机应用程式 显示自己是处于新冠低风险状态 随着林茂区国会议员凯里如今是正式的主长卫生部 卫生部前副部长拿督罗斯纳也正式受委为凯里的特别顾问 罗斯纳已经被列入卫生部部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名单当中 而受过法律培训的罗斯纳曾经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 也就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级执政时期担任卫生部副部长 随后他在2013年到2018年担任工程部副部长 不过2018年的全国大选 罗斯纳败给了明星党代表 失手已经捍卫了三届的爸爸国会议席 视线转国际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一年多 而病毒也在持续变异 世界卫生组织就正式宣布 又有一种变异毒株需要各国的关注 这种变异病毒今年1月 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最先发现 如今是被命名为MU变异病毒 它目前已经散布到了全球39个国家 而感染者最多的是美国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就已经表明会密切关注 辽大变异病毒让全球多国疫情失手 但最新一种威胁更大的变异病毒恐怕已经蠢蠢欲动 最先在哥伦比亚发现的变异病毒MU目前已经在南美洲流行 特性是病毒有一系列突变恐怕会突破疫苗的防护 让疫苗失效 这种变异病毒目前已扩散到全球39个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将它列为虚流液变异株 要各国保持警戒 根据世卫统计MU变异毒株的相关感染病例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4000宗 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录得超过2000宗MU变异病毒株病例 尽管如此 美国政府目前正忙着应付辽大病毒威胁 传染病专家福奇虽然表明会密切关注 但强调美国目前超过99%的病例 都是辽大病毒 因此目前仍集中心力对抗辽大 除了美国 MU变异毒株目前主要出现在南美洲和欧洲国家 尽管目前全球的盛行率还不到1% 不过在哥伦比亚 盛行率已经逼近四成 传染力不容小觑 MU毒株也是继Lambda Eta Lota和Kappa之后 最新被世卫列为虚流液的变异毒株 今年5月 南非也出现新的变异毒株C12 不仅传染力更强 对疫苗更具有抗药性 还会使感染者出现更严重的症状 科学家正在对它密切关注 为了严防变异病毒的入侵 南美洲国家巴西跟上了追加接种第三剂疫苗的脚步 这个月开始正式的为年长者等高风险群体 来追加接种第三剂疫苗 当地的年长人口占多数的里约热内卢 星期三已经启动了追加接种第三剂疫苗的计划 保护年长者免受Delta变异病毒的侵害 非常感激苗的时间 因为我会失去病毒的维护 的问题是要做什么 我学有来到最近很多 알려鼻润的故事 我也知道话 我们去设计的时间 得到期限 sie 的维护产生 所以我认为很重要 我们要做的这些试图 我觉得很重要 这些计划部 analyze的计划 疫苗接种大队来到了当地的一家疗养院 为年长者接种疫苗 虽然说巴西政府致力于保护年长者降低确诊死亡率 然而当地的疫苗接种率却未能达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在巴西两亿一千万人口当中 只有大约五千五百万人接种了全面疫苗 也就是两剂疫苗 不过数据显示 巴西的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连续两个月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过去一个星期有644人不幸病逝 不过专家就警告 有鉴于疫苗接种的进度缓慢 巴西的疫情可能会反扑 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和年长者恐怕将会有染疫风险 而从疫情大爆发至今 朝鲜市始终对外宣称零确诊 尽管如此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昨天依然下令要进一步的强化防疫措施 先锁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切断对外往来的国家 和中国的贸易往来也是大大的减少 许多国际救援机构的人员也纷纷撤离 让朝鲜是变得更加孤立 真实情况外界是难以掌握 飓风爱达持续发威 美国东北部许多州鼠爆发了洪灾 夺走至少44条人命 稍后带你关心 欢迎回来 美军撤离之后 阿富汗是火速的变天 塔利班重新掌权 尽管在国际上陷入了外交孤立 不过中国对待塔利班却相对友好 塔利班证实 中国位于喀布尔的大使馆 不仅将会继续的开放运作 中方更承诺会提供更多的人道援助 目前阿富汗境内的局势混乱 经济严重受到打击 央视宣称美军完全撤离之后 喀布尔是已经恢复平静 办公室恢复运作 商店也重新开门 央视访问的当地居民还宣称 乐见阿富汗重新的由塔利班来掌权 成为伊斯兰国家 而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 尽管是对外宣称不再极端统治 但是世界各国依然采取谨慎态度 暂时没有进一步的深化关系 而法新社则报道 塔利班发言人沙辛和中国外交部助理 吴江浩通过电话 中方承诺提供阿富汗更多的援助 特别是在对抗疫情方面 不过这个说法北京方面目前还没有证实 来关注邻国泰国的局势 就在泰国首相巴育即将面对 不信任动议的辩论和挑战之际 大约1000名反政府示威者 昨天晚上侵占了曼谷市的亚述路口 不满政府抗议不力 要求巴育辞职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这场示威是由红山军的领袖发起 学生抗议代表也加入 示威者就扬言 只要巴育一天不下台 他们将每天上街抗议 除了红山军的代表之外 学生组织领袖也是轮流发言 指责巴育推行的抗疫政策不力 未能及时提供足够的新冠疫苗 示威活动在宵禁开始之前和平结束 但是发言人强调这只是开始 泰国国会预料将在星期六 针对反对党对巴育还有五名内阁成员 提出的不信任动议来进行辩论和投票 泰国疫情从四月份以来日趋严峻 民众对政府的怒火也持续延烧 施压首相巴育下台 飓风爱达星期天登陆墨西哥湾沿岸之后 持续朝东北方来移动 多个地方因为降雨量大增爆发了大洪灾 洪水淹没了街道和低洼地区的民宅之外 纽约市新泽西州康州还有宾州 更因此有人溺弊 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了44人 总统拜登则是斥责拒绝赔偿的保险公司 要他们承担责任 不要躲在条款和细则背后 飓风爱达席卷美国东北部 破纪录的降雨量更是酿成洪水 繁华的纽约市瞬间沦为水乡泽国 无法发动的轿车困在高速公路 浸泡在积水的大型卡车 最终也逃不过抛锚损毁的命运 除了街头民宅同样遭殃 就连厕所也溢出洪水 面对无情的洪灾 低派民宅是最大的牺牲品 在民形容洪水侵袭的速度相当惊人 高度更是达到一般成人的景象 在一发不可收拾的洪灾面前 他们只能积极求生 但能不能逃出生天 一切听天有命 接至目前洪灾已经造成 至少44人死亡 刚刚经历生离死别的灾民 在镜头面前难掩悲伤的情绪 不过最令人心寒的 莫过于利用各种条款和理由推脱 拒绝赔偿的保险公司 当地媒体报道 许多保险公司以不是官方颁布的紧急疏散为由 拒绝承担投保人的损失费用 引起当地社群的热烈讨论 对此美国总统拜登表明 这是当地自1850年以来的最严重飓风 加上纽约政府星期三就已经颁布紧急状态 保险公司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赔偿 他呼吁保险公司负起责任 美国气象局表示 飓风在费城道康涅狄格州的大片区域 带来强降雨 是引发暴红的主要原因 目前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已经出资7700万美元 大约3亿2000万令吉 协助路易斯安那州的灾民 非常高兴 这个能量 第二名 毕生鼓吹克什米尔脱离印度统治的标杆人物吉拉尼 昨天晚上与世长辞享年91岁 美联社报道 他是在家人的陪伴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吉拉尼的死讯传开之后 印度当局第一时间封锁了所有相关的资讯 同时派遣大批的武装部队和士兵 封锁所有可以前往吉拉尼住处的道路 尽管印度当局采取惯用的手法阻止民众 但是当地许多清真寺依然是大声的宣布吉拉尼的死讯 甚至要求民众走上街头喊冤 此外数十名克什米尔人 依然是顺利地抵达吉拉尼的住所 送上最后的敬意 吉拉尼是在1950年由于常年和政府对立 这名克什米尔的代表人物受过多年的牢狱之灾 过去的11年大多是在住家软禁中度过 近几个月更出现了心脏和肾脏方面的健康问题 一对登山发烧友花了三天的时间登上一座雪山的山顶来结婚 牧师和友人都陪同他们完成心愿 稍后带您来看 欢迎回来 我国印第滚球运动员周伟伦首次出征 残奥会就拿下了银牌 成功的为我国在本届东京残奥会拿下了第三枚奖牌 柔佛政府将在下个星期商榷如何奖励周伟伦 感谢他为国争光 柔佛州大臣拿督哈斯尼祝贺周伟伦成功摘银 还透露州政府将在下个星期的柔佛州立法行政议会上 商讨奖励周伟伦的方式 26岁的周伟伦出生于柔佛新山 他在前天举行的BCE级混合单人赛决赛 以2比4不敌世界第一大卫史密斯获得银牌 结婚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新人通常都会以最特别的形式留下美好的记忆 伯利维亚就有一对爱登山的新人 选择在海拔6434米的伊伊马尼峰来举行特别的婚礼 就连牧师还有见证人都得要爬上山峰 好 这对新人的婚礼可说是长途跋涉 他们是花了三天才抵达了安地斯山脉的封顶 尽管过程是相当艰辛 但是对他们而言 能够在壮丽的山脉景色下来共结连礼 一切都是值得的 而一起爬山的友人也为之赞叹 至于婚礼的其他宾客 则是在山下等待他们完成宣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首要媒体新海峡时报人道救援基金 正在为新冠疫情前线人员来筹款 以鼓舞士气对抗疫情 我国43位艺人包括了西蒂诺哈丽莎 明天9月4号子夜整点开始 将展开24小时的接力慈善演出 请留守HotFM的YouTube频道HotTV 以行动来支持这项活动 也欢迎您将善款捐到以下的户头 更多的乡亲可以浏览八度空间的官方脸书 迪士尼动画电影陪伴许多人长大 经典的卡通人物是深植人心 最近在意大利就举办了一场特展 像是白雪公主 睡美人等标志性人物的故事来源 甚至是最初的插画草图都对外亮相 那新闻的最后一起来窥探着迪士尼的不朽传奇 我是杜文杰 感谢收看 祝您平安 我们再会